为人民排除雷患,为善有血染雷场。 连日来,27岁排雷官兵杜富国的英雄事迹牵动无数人的心, 也让扫雷部队这个特殊群体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。 日前,记者走进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, 探寻发生在战士们身上显为人知的排雷故事。 搜报符,小铁丘,探雷针,探雷气。 云南扫雷大队的一间会议室里,展示着各种排雷装备, 和中越边境历次扫雷行动中搜排出的不同型号的地雷,手榴弹模型。 这样一个地雷它的装要有5公斤, 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分队或者是一个班路过那里踩上去, 5公斤的装要足以让整个班和整个分队造成一个群体的杀杀。 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闻山州玛丽坡县霸子雷厂, 是世界上最危险最复杂的雷厂之一。 这里地势险峻斗土松,最高坡度达到80度, 扫雷部队只能采取两人一组的人工搜排方式徒手作业。 云南扫雷大队四队副队长张波描述, 在这片区域排雷,官兵们走的是阴阳道, 过的是鬼门关,拔的是虎口牙,使的是绣花针。 小的金属可能就只有零点几克, 然后当我们发现每个金属都要把它当暴躁物去排除, 靠人,靠感觉,一点点的轻轻地把周围的泥土直辈根系, 一点点的清除掉,然后根据最合理的方法, 是先前先后还是先上后先下, 记者了解到,云南扫雷大队的四百余名排雷官兵 都是从千余名官兵中优中选优,脱颖而出。 平日里,他们勤奋学习专业知识,苦练实践技能。 排雷英雄杜富国在训练期间, 仅是对一根探雷针的练习,每日可达上万次。 但纵使技术过硬,搜排操作规范有趣, 也仍有可能在排雷时遭遇危险。 战士们冒着风险在雷厂排雷, 对此有不少民众表示不解,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,为何不用计算机或者机器排雷, 而需要人工进行? 这个雷上复杂程度不是用电脑可以计算的,计算不了。 张波告诉记者,中越边境雷区情况复杂, 成千上万的爆炸物以及无数金属残片 可以触发地堆砌在一起,神埋在泥土里。 在现有技术水平下,排雷机器人,机械化排雷,爆破排雷等方式, 都很难确保百分百彻底轻排雷患, 一些机脚嘎啦极有可能被漏掉,造成二次伤害。 而人工排雷的严谨细致,在一定程度上能保障雷患轻排彻底。 在李华健看来,采用别的方式确实有可能很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, 但正是中越边境排雷的特殊性,让排雷官兵们挺身而出。 2018年11月16日,对富国赋伤一个月后, 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成功完成。 当天,将以扫雷厂移交地方政府时, 数十名排雷官兵手拉手踏过雷场, 用他们的双脚向当地百姓证明这片土地已重获安全。